你準備好了嗎? What's up YouTube? 先跟大家再次的說新年快樂 2024年 那在我之前2023年的總結影片當中 我也講到了我現在開始 慢慢的從這個講鬍子 也不是說不講還是會講 慢慢從講鬍子然後講到講頭髮 因為在去年當中我大概從3月開始 就一直在留長髮 那遇到了很多困難啊 也遇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的發生 那我就想通過今年我繼續的來生長頭髮 繼續來保養我的頭髮 然後將這些故事啊過程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像我當時分享我的鬍子長鬍子的過程一樣 那首先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為什麼要談論到長頭髮 那你先看一下我的髮型 好不好 我自己是非常滿意 我自己非常喜歡我現在的狀態 嗯 我也覺得留長髮是一個第一非常的流行 那你可以看到大家很多的明星啊 很多的這個周邊的可能一些小夥伴 一些帥哥 然後他們開始在留長髮 而且留長髮變成了一個很時尚很fashion 時髦的事情 那當然最重要的不是這些fashion 不是這些流行的元素還有因素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的獨特性 那我這個人從小到大就很喜歡獨特性 我不喜歡跟別人一樣 我穿了衣服我的手鐲我的打扮 一定要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呢 留長髮是可以幫助我 去來提升我的這個獨特性 那加上在UTA這個州當中 其實亞洲人本來就很少 然後加上我這個獨特性 讓我更能突出來 可以讓我的同事啊 我的朋友更容易記住我 那我自己也是滿喜歡這樣的狀態 跟別人不一樣 嗯 當然最後一點也是可以吸引到很多女孩 這個是肯定可以的 好不好 我不是用我的例子 但是我知道周邊很多人 嗯 留了長髮 然後我會發現 欸女生會滿喜歡那種留長髮的狀態 就是有一種 嗯 剛柔並存的感覺 你有男子的氣概 但是又有很柔順的感覺 所以讓他們會更加的 被你給 吸引住 OK 所以呢看到這裡2分45秒的時候 大概這個時間的時候 你覺得欸 留長髮不是你的 或者你覺得欸 劉長髮好醜啊 你跟我說阿姆你好醜啊 嗯 不好意思 這個頻道不屬於你 滾吧 然後就是開玩笑 開玩笑 怎麼還不滾 唉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一下 我一開始從 沒有頭髮 沒有頭髮 也不是沒有頭髮 就是 剃光頭髮 然後到 慢慢長出來 然後到 長到 可能是 這個部分的時候我就覺得 欸 有感覺 長到這邊耳朵的時候 然後呢長到脖子 一直到 西 不是西 肩這邊 我的目標大概是到這裡 這樣我可以整個盤起來 非常的漂亮 有那種日本五四頭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從這個所有的照片當中 還有一些小視頻當中 是很大的區別 你整個人就是變很多 完全就是跟之前不一樣 那我還蠻享受這種變化 所以如果你也是這樣的狀態 我建議你可以留一下 對不對 人生一定要 男性一定要 至少一次 對不對 而且如果你跟我一樣 也是在留骨子 我跟你講 配上的長髮 絕對 Let's go 知道嗎 就這種感覺 妹妹看過來 OK 那最後呢 嗯 我想說其實長頭髮也給我帶來一些 不一樣的自信感 那我在路邊的時候 因為我還有白頭髮 我之前是很不喜歡我的白頭髮 還有我的捲髮 我覺得很麻煩 但對他們來說 就是很多人會給我讚揚讚美 他們會說 欸我很喜歡你的這個 黑白相間的頭髮 我喜歡你的長頭髮 我覺得你長頭髮這樣捲得很自然 很舒服 然後他們就會告訴我 然後會提升一些 來自於不一樣的自信 當然這不是所有 你應該得到的自信 我覺得一個人的自信 是來自於 內在外在 還有做事情 還有他的行為 所有 那這個部分呢 是給了我足夠的自信 我也是想把這些分享給大家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在這裡 我就是想給大家一個開頭 然後跟大家講 我現在要從這邊開始了 然後為什麼我喜歡做這件事情 希望如果你也喜歡的話 可以繼續收看 那我下一個影片 我會講到 可能 給你們留長髮 帶你帶來的一些好處 會給你帶來什麼樣的這個 壞處 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去來討論一下 在你留的過程當中 你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再下一次呢 我也可以先透露一下 我會想找一個跟我們一樣留長髮 留非常多年的一個朋友 來講述一下 他對留長髮的一個狀態 還有想法 也以及為什麼他還在繼續留留長髮 所以呢 然後 Stay tuned guys 好 那就先這樣吧 Have a good day guys I'll see you next time